今天来讲 其实我们今天试着说 以一个比较不要这么复杂 不要这么难的方式 让大家了解到 有关于简单的人工智慧 在我们这些材料上的应用 那么的话在材料上的应用 我们是试着说 就是说用这些我们生活中 比较容易看到的这些材料 然后去模仿我们自然界的 这些物质的这些行为 然后这些生物的行为 那么的话希望说 借由这方式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 所以说呢 于是我们今天来讲 大家会 我们试着说就不要以这么 就是像能工智慧的部分来讲 就是不会讲到说 非常的深的部分 然后反而就是会看到说 比较多的是类似说对比行为 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个 我们在生物中 我们去如何去模仿 它的生物的一些机能 所以说今天我们简单来说 就是说可以看到 就是会简单来说 就是说其实比较 刚开始来讲 会跟大家说 就是有关于植物科学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 那植物科学最近大家的仿生座 大概会有一些怎样的仿生 然后在植物科学里头 那么我们试着仿生了之后 接下来的话 因为其实我们的生活中来讲 仿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虽然说我们看到 例如说叶子上 那个莲花的叶子上 然后上面看到水 然后在那边滚 然后或者是 或者是一些字节的现象 那我们就看到 莲花可以这样子 但是现实生活中 如果说假设我们想要用我们 用我们的一些材料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技术 就是人造的技术去模仿他们 其实呢 本质上来讲 这种看似简单的行为 在我们背后来讲 在做科学研究的相关 其实却是付出了 其实蛮大的心理 所以说因为这个心理上来讲 我们就知道 其实就是投入了很多的人跟时间 然后去研究这样子一个 简单的行为 希望能够仿效他们 然后来改善我们的生活 所以说传统上来讲 我们以前在看到 例如说比较早的像工业3.0 或更早之前 大家就是 我们知道这样子的行为之后 我们就赶快地去用一些 我们已知道的一些模型 或实验开始努力地去做 如何做才能够 把这东西真的做出来 而且可以把它的性质优化 所以做出来的一些优化 是另外一件事情 然后其实最近好 最近这二三十年来 其实非常感谢 就是AI的技术 相关的技术的一个发展的发达 无论是在计算的演算速度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演算法上来讲 有很多的改进 而且很多的突飞猛进 然后所以说 于是当AI进来的时候 给我们这些 无论在材料的设计 或材料制造上来讲 或无论在正向的材料的制作 然后还有就是反向的 回推说是什么东西最好 就反向的回推 在这方面来讲都获得到很大的加速 所以说今天来讲 我们也会试着说 把这样个简单的科技上来讲 在人工智慧上来讲 我们大致上来讲 又有怎样的一个模仿的行为 然后怎样跟AI做结合 让这整个事情上来讲 可以做的 想办法做得更快速更好 所以说今天来讲 我们讲的比较简单开始 是有关于我们 可能大家以前国中的时候 或者甚至于在国小的时候 可能国小的时候就会有一些 简单的一个生物 在生物的时候 大家就会学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例如这种仿生的科技 从很简单 例如说仙人掌 仙人掌一根根的刺是它的叶子 然后那个饼 绿绿那个东西 其实就是它的筋之类的 从国小就会学到 后来国中 高中 然后后来可能在大学的时候 如果假设你是学生物相关 可能会学更多更生的 如果说假设不是 你可能也会学到一些 就是有关于一些类似 或者是完全没有在碰触到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生物科技里头的 我们今天来讲 最主要是要做植物 植物比较相关的 第二个部分是有关于 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说 那么这些植物的行为 现今有哪些可能是被模仿的 当然这些模仿的过程中 还有这些技术上 其实有些是很成熟的 有些是还在发展中的 然后所以说也就是在生物的 这个基本上的仿生科技 然后在这方面 然后另外就是说有关于 那如果讲到这两个 有食物的科学 跟仿生科技之后 接着如何用人工智慧 然后去加速找到一个 就是让它加速有一种方式是如何让它加速做得更出色 然后或者是说如何让它表征出更多不一样的一些性质 然后或者是说有没有更新的系统之类的 所以这个是人工智慧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帮助 在这些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大纲 是有关于这三个部分 然后在这三个部分来讲 首先我们当然我们就要简单的说植物科学 其实植物科学里头 比较著名的就是光合作用 当然植物还有其他非常有趣的性质 例如说大家可以看到 例如寒羞草 你碰了之后 然后它就会说 它就叶子快说起来 很害羞的样子 然后这些 然后当然在这些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 其实都是一些 就是有关于植物的生理 跟它的机械性质的运作 当然在今天来讲 我们比较多的做的是 有关于在植物的光合作用 植物的话 其实光合作用 它是一件很有历史性的行为 我们知道说 其实地球到现在可能有46亿年左右 那么在这次46亿年左右的 整个这么长 漫长的历程里头 大概在可能在三十几亿年前 开始有一些细胞 那这些细胞来讲 可能就是好好活着的一些 简单的细胞 然后负责 然后只是那时候地表上 可能什么都没有 就是可能没有氧气 然后什么 就是一些原始的气体 例如说什么甲烷 然后CO2这些 然后所以说 那时候就有一些细胞 然后最早来讲 开始就是说大概在二十亿 或二十几亿年前的时候 开始有蓝绿藻 那有蓝绿藻的时候 开始就是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特征 就是为什么它叫蓝绿藻呢 就是看起来蓝蓝绿绿的嘛 所以说蓝绿藻 然后蓝蓝绿绿的蓝绿藻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看起来蓝绿藻 就是开始有叶绿树这个有趣的东西 然后当然这叶绿树来讲 后来大家如果说假设学了 就是可能在学高中生物的时候 大家可能学到叶绿树来讲 有很多种种类 那蓝绿藻的叶绿树是其中的一种种类 然后当然我们现在陆生的高等维管树植物 它有其他的像叶绿树A啊B啊之类的 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有一些 很简单的一些蓝绿藻出现了 然后出现了之后呢 后来在演化上来讲 当然大家就会知道说 例如说开始就有些比较 就有些植物然后开始会登陆 然后登陆了之后 那有些在水底下好好地继续活着 有些登陆 登陆了之后开始发展出一些维管树植物 然后开始就有高等维管树植物 然后后来就是在陆地上各式各样的行为 然后这些行为有之后呢 接下来因为呢 在这种碰触到这些行为的时候呢 开始就是因为叶绿树它本质上来讲 在后来的叶绿体里头 它开始就会去做一些简单的光合作用 简单的光合作用 然后于是呢 我们今天来讲 在我们大器中 根据现在大家的想法 就是根据科学家比较多的一个 就是推测以及验证上的想法 大概在20多亿年前开始 然后有蓝绿藻之后 然后开始就是大器中的氧气 就会渐渐增加 渐渐增加了之后 到我们现在现今的这个现状 然后所以说呢 其实在植物科学上来讲 其实光合作用是有很重要的一个 在历史上的一个进程 那么在历史上的进程上来讲 这个是我们所知道的 那么但是呢 在最近这几年来讲 就是最近这几年来讲 其实大家人类对于光合作用的 光合作用的了解上来讲 其实也是越来越多的 也是越来越多的 所以说在光合作用的 这一个简单的 以前大家在生物课本学到的东西来讲 其实知识上来讲 一直在 世界上来讲的知识上 一切也是一直在更新 然后就了解到植物的光合作用 原本大家可能想的很简单的事情 然后渐渐的就 就是发现 原来它是一个这么有机制 而且这么的一个 这么不容易的一个工作 所以说简单的 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些 简单的方式来讨 看看这个机制是怎样 那首先来讲 这个机制我们就人类现金来讲 我们最希望什么 就是可能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2050年的 禁令碳牌的这个政策 所以说在碳补桌上来讲 其实是一个全球性 大家都非常在意的议题 希望说在碳补桌上来讲 在碳补桌上而言 就是它本质上来讲 会有一个就是 希望说能够在 希望能够捕捉更多的碳 然后甚至于说 期待说植物是不是说 在碳补桌上可以更好 然后可以变成一个 类似负碳的一种 负碳的一种 新兴的一种 如果说是工具 是有点 有点就是 有点太过利益化了 就是说如果说把它 当作是一个不错的东西 它可以本质上来讲 它可以做负碳 就指说我们生活中 可能会产生各样的 二氧化碳 那么植物它可以帮助 我们把二氧化碳固化 而减少了在我们生活中的 二氧化碳的 排放后二氧化碳 可以达到减量的 来做负碳的行为 所以说于是在 二氧化碳的捕捉上来讲 是现今我们的 这个世界上来讲 大家对于植物来讲 除了吃以外 然后除了吃还有粮食 然后可能纤维素 对身体也不错之类的 还有一些营养素不错以外 接下来就是二氧化碳的捕捉 那在二氧化碳的捕捉上来讲 于是呢 其实在二氧化碳的捕捉上来讲 我们从这样子的 就是说其实从这些藻类 就是以前很久很久以前 这些藻类 作为我们无积碳的来源 然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张图 这是卫星的图 可以看到说 其实在地球上来讲 在海上有很多的藻类 那在陆地上来讲 其实也有些树木 还有些湖里头也有藻类 那这些藻类来讲 其实它本身来讲 它可以行光合作用 然后所以说 于是大家可以看到的时候 如果假设每两公斤 如果假设你可以把 两公斤的二氧化碳 可以把两公斤二氧化碳 然后去一些 做一些固化的话 然后可以供一些藻类 然后还有就是生成更多的氧气 所以换句话说 二氧化碳的固化 用藻类来讲 仿造以前古老的方式 是可行的 所以说于是 就开始会有这样子 想想以前 这个地球的发展历史 而来想说 如何用植物来固化 那这个是 我们其实很久以前 就开始 大家可能 大家就开始想到 二氧化碳 可以用植物来吸收 那最近来讲 最近来讲 其实在 2022年 今年的时候 其实在 国际上更多的一些 国际期刊 就是像Nature 或相关的一些国际期刊 也开始在倡议这一种 就是 使用植物固化的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那使用植物固化 这个想法 它的想法上来讲 就是说 现今我们二氧化碳的固化 其实 大家可以发现到 就是说 大家觉得有效的固化 是把二氧化碳 想办法打入到地底 来进行固化 这现今 可能大家觉得 比较有效的方式 但是在 今年来讲 更多的科学家 在国际上 科学家在倡议想说 如果说假如打到地底 其实比较 它的费用上来 当然是一笔费用 还有就是说 它真正来讲 在地底下 比较高压的环境下 或者是温度稍微比较高一些 或更高的环境之下 那么它产生固化的时候 其实它本身来讲 它可能也需要一些时间 如果说假设 今天如果我们是用植物的话 植物的固化上来讲 它本质上 在动力学的时间上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 比较快速的时间 大致上来讲 它只要几个小时 到了几个月 它就能够把一些炭 二氧化碳真正的 完全的变成了 我们的炭燃料 所以说其实它在整体上来 是比较 可能在这方面 左眼上来讲 是蛮有效率的 当然就是如果假设 你用植物固化的话 就开始就是会有些科学家 大家会看到有些科学家 开始就试着去养一些 像这边提到的棗类 就是它用一些棗类去固化 然后还用一些其他的东西 去进行一些养植 例如说就做一个温室 然后这个温室来讲 里面种满了植物 然后把工厂的一些 就是冷却厚的 还有比较高浓度 二氧化碳的废气 灌到这个温室里头去 然后让它去做一些 做一些固碳的行为 所以说于是开始就有 这样子的倡议 或一些实验出现 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说 其实植物在二氧化碳固化上来 当然大家希望 它能够扮演的一些 比较多的角色 以及在今年度 大家开始 就是可以看到很多的大型的 还有一些国际的期刊 还有一些开始在倡议这件事 那倡议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呢 我们刚刚有说到时间 那时间上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 光合作用的时间 大致上来讲 其实如果细旧起来的话 它可以分作 就是它可以 光合作用可以分作很多个步骤 然后很多的步骤 很多步骤 每一个步骤 其实都需要时间 都需要时间 但是它的时间来讲 跟一般的化学反应来讲 然后还有就是说 一些固碳的反应上来 也许有些时间上来讲 是短很多的 所以说 这我们就可以先来看看 然后在这个光合作用的一些 基本上它的时间的时序 还有步骤来讲 首先可以看到第一个步骤 简单 第一个步骤就是 这个一般来讲就是指说 我们一般来讲都想说 植物的叶子 它会吸光 然后吸光了之后 接下来的话 吸光 然后有各式上面各式各样的色素吸光 所以以往来讲 我们学到就是说 可能植物会吸光 然后它可能叶绿素有 叶绿素A B之类的 在高等维管树植物有A B 然后它吸了之后 吸了一些南光 还有吸了一些红光 然后接下来 利用了这些光的能量 然后开始做一些事情 所以说第一件事情 就简单的说就是吸光 然后这个吸光的时间 其实是很短的 就是它整个吸光的整体上的时间很短 然后可以看到说 它这个行为大致上来讲 是10的-15次方秒 到10的-12次方秒 这个行为很快速 然后第二个行为就是说 吸光的时候开始想办法收集到了某些地方 然后在它的一些叶绿饼的上面的膜上 然后吸的时候赶快的把能量汇集到上面去 这汇集上面去的话 一般来大家看到它比较久一点 就10的-12次方秒 到10的-9次方秒 所以换句话 这个时间都是非常的 就是在动力学上来 它算是比较快一点的时间 然后跟 就是所以说 看时间其实植物是还蛮有效率的 好 然后接下来的话 就是说它收集到这些电子之后 它也就收集到这些比较高能量的ATP 这些物质之后 接下来它就开始想办法要用一些生化的方式去 把这些高能物质还有这些电子能量 给进行转移的一些化学反应 就会发现到它大概是10的-6次方秒 到10的-3次方秒的行为 然后最后才要进行固碳 固碳当然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像卡尔文循环之类的 在暗反应里头卡尔文循环 它比较花比较多的时间 所以一般来讲 大家就会发现它在10的-3次方秒到几秒的时间 它会去进行这个化学反应 好 这化学反应进行时间是这样 所以整体上加起来 你会发现 其实植物在做这个的时间上来讲 其实本身来讲还蛮有效率的 还蛮有效率的 而且这些步骤来讲其实很快 所以说今天来讲 其实我们在这边 试图也会跟 在跟我们的与会规避 还有各位师生们 稍微讨论去讲一下 这四个简单的复杂的步骤 而且这是很精巧的一些运作 然后大致上长成怎样 就像我们slide会介绍大致上怎样 还有就是说现今来讲 我们的生活中 大致上又有什么样的东西的一些技术 光电上的技术 又是试读的去模仿这些的行为 就是这四个步骤 有这四个步骤 然后这四个步骤又打些东西 想要去模仿它的行为 然后去做到了这些事 我们现在先简单的描述他们这四个步骤的行为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刚刚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吸光这件事情 吸光这件事情说起来 其实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这是怎么有趣法 就是这种行为大致上来讲 就是说我们以前大致上可以知道 就是植物会吸光 那吸光了之后就有做光合作用 但是它怎么吸的呢 然后以前大家可能会想说 就是说它可能就是由叶绿素 然后吸了光 那叶绿素有AV 然后如果找类可能就是有CDF之类的 很多种种类 那吸了之后 接下来就做下一步 所以说在吸光这个行为 是有关于用了这些色素去吸光 这个是前一阵子所谓的 前一阵子可能在 可能在20年前30年前的 一个比较常听到的一个说法 但是呢 其实这个件事情有趣的地方就是说 也是要看我们的这个世界上科技的进步 那科技的进步就是说 其实呢 随着我们的科技进步 这些10的-15次方秒的量测 就是时间解析到10的-15次方秒的这些器具 它也已经渐渐的就是说 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普及了 然后普及之后就会发现到说 我们原本我们所想象的植物 做这么简单的事情的 是不是还有其他事 就发现到原来事情并不像 我们人类所想的这么简单 但是也没有像 就是不是这么的复杂 但是也没像人类想的这么简单 然后到底是怎样的方式 就是后来大家发现到 就摄树本来就 这边提到摄树两个字 本来在自然界中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呢 它们的分工比我们想的更有趣 就是说 这个是假设说在植物的摄树 这有一堆摄树 这堆摄树里头 就是说它可能每一个都有各自各样的一个西光的角色 那西光角色广泛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可能我们知道的叶绿树 叶绿树的话可能它就吸了蓝光跟红光 剩下的呢 我们除了这些以外 大家当然就会听到说 什么叶黄树吃了 你会有什么好康的事情发生 花心树吃了 会有什么好康的发生 然后都问起来 叶黄树从哪里来的 花心树又从哪里来的 叶黄树的话 它的本身呢 它还原太可能就比较像是胡萝卜树 这些 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的植物里头出现的 这些植物的摄树 以往来大家只是简单的说 就是它有这个摄树 然后呢 它可以帮助植物的一些生理 但是呢 因为随着这种量测器 科技的进步就发现 其实这些摄树都会吸光 这些摄树吸光 不单纯只是帮助植物的一些 抗植物叶片老化的一个行为 更复杂的是说 它吸了光之后呢 它会产生的一些 就是它也会产生的一些能量 但是这个能量并不像 我们传统上想的这么的简单 并不像我们传统上想的那么简单 就是说 这些能量的传达 可以发现它吸了不同的光 之后呢 接着它在同一个介质中 它在这些摄树中传递 然后到最后到了一个收集的中心 去收集它 这些收集的过程中 最后的最后一步以外 其实最近这二三十年来 科学家发现到 它吸光的行为 它在最后一步收集的之前的行为 其实每一个摄树 它的收集过程的能量 它是一种 就是以一种类似共振的方式 然后怎么叫共振的方式呢 就是其实很简单 但是听起来好像很复杂 就是很简单 就是说 例如说 大家有学过普务实验吗 就是说 假设我准备了水柱 水柱 水柱就准备了 假设20根水柱好了 然后水柱的空管的长度 可能都很相似 然后你就开始敲 敲到这里发现 它会共振的把这个能量 从一个空管 传到另外一个空管上去 所以说 它就类似这样子的方式 这是一种共振 只是今天我们敲的那种 共振是用空气中的振动 然后来传递说 嗡嗡嗡的声音把它传过去 但是在植物里头 它不是 它是用的是光 就是光 从这样子把它传过去 然后就是这个沿途 大家看到红色的 它吸进来 或者是一些色素 它吸进来之后 它是类似这种 就是敲 大家知道的空气管柱的方式 把人量一根根根 这样管子这样传过去 然后这种传过去的行为来讲 因为以往而言 这种行为 它的动力学时间非常的短 所以说以前 大家可能都没有很注意到 然后后来 最近这二三十年来才知道 这种传递的行为 其实有点像是电磁波的天线 这种天线是什么 例如说大家现在手机 或什么的 手机 然后我就接到电话 接到电话说 为什么会接到电话 大家就想说 我的手机可能跟基地台 或什么频率一样 然后它就传过来了 所谓频率一样 其实它就是一种 类似共振的一个想法 当然手机的传输来讲 其实它是一个 非常机密的科技 所以我们是接用它的想法 然后告诉大家说 它能量这样传 其实就好像这样子 一根根的管住传进来 而且速度非常的快 然后而且它的速度这么快的时候 它的损耗是非常的少的 用这样的方式传过来 然后这些东西在哪里呢 这东西在植物的上面 这红色线跟蓝色线中间 这个就是它的磨成 然后它这些色素 其实相在这些蛋白质上面的 相在蛋白质上面 然后利用这样子管控器管住 一个个这样传过去 然后这些管住你可以想象 它就像在某些东西上面 而且都是像在我们的叶绿饼上的 这个是叶绿体的上面的 这个里面的一个个饼的磨上 所以就是说 在最近这二三十年来 这一点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然后当然这植物的科技上来讲 它是用来吸光没有错 而且是有高效能的第一步先吸光 这是二三十年来才发 人类对这个比较多了解 了解到现在来讲 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有趣的应用 就是让人类看到说 其实植物可以有这么快的共振传播 这种共振传播其实像是一种 共振嘛 最想说它是一种波波的一种传递模式 所以说于是这个 这种技术是 其实是生物量子力学 或生物量子传输的一个 就是让人家可以看到一个 真正的一个开端 一个开端 所以换句话说 植物本质上来讲 它也是会做一些 就是有关于一些 我们生活中 想到很艰深的什么量子力学 或者是量子的事情 在哪里发生 然后这些 例如说量子电脑在哪里发生 然后或者是量子运输在哪里发生 或者是量子传说在哪里发生 或者是量子资讯要在哪里发生 然后其实在植物的第一步 这边其实它就已经在 我们人类都还没有发现之前 其实它就在做了 而且可以 它这方面来做的效率是很高 这种新闻做的效率很高 而且每一个光 它的进去的波长可以维持 或者是可以变换 都可以 然后就是 所以说换句话说 人类对于这个行为 就会开始 就最近这几年有开始一种 就是生物的量子资讯 然后所以说 这点来讲 它是非常新的一个有趣的开端 所以这个是简单说 第一步就是它怎么去收集光 然后在最近这二三十年来 人类的努力下 其实有更多的了解 然后接下来的话 就是有关于它的光电影转换 那这个光电转换就是收集到怎样 就收集到了之后 接下来就想办法开始 就是把那个在反映中心 然后呢把这些光 然后呢拿去旁平一些色素 就是去激发一些色素 让它产生了一些 就是比较高能的电子 然后随换句话说 这边可以看到明显 就是光换成电子的行为 那光换成电子的行为 可以发现它时间 大概10的-12次方秒 到10的-9次方秒 其实是很快的 然后最主要还是发生在叶律柄上 然后这个行为来讲 跟大家以前学到的生物 其实是蛮相近的 就是以前大家学到了 可能就是大家以前学到国中 或高中生物 其实蛮相近 然后最主要就利用这个 把光能换成了电能 电子能 那这种电子能之后 其实它还在膜上面 进行了一连串的一个 进行了一连串的一个 反应的行为 然后所以说 于是开始了我们的光反应 就是以前的我们的 生物里头学到的光反应 在这个膜上面做的 那做好了之后呢 接下来的下一步呢 它开始进行光反应的时候呢 就有了 就是开始就是把这些东西 就把光的光能 然后把这个电子 从这些叶绿素的这些 然后把它给从基态 激发到激发态 而这个是以前从 就比较这种图形 上面这个图形 其实比较常在我们的 就是生物课本里头看到 然后近代来讲 当然就是会有人开始 就想要去量量看 它的一些简单的一些 就是电化学反应的 在光电化学反应上的 未能的高低 那就会发现到 其实人类当时猜想说 它可能就是类似这个样子 那确实它确实是可以 就是可以在近代来讲 可以有效的被量测到 就是有效的量测到说 就是每一个步骤 就是光 然后呢可以激发它的色素 然后从一个激发态到了 把它电子从激发态 激发到一个比较高的 高能的状态之后 就沿途这样子的经过 这样一年串的生化反应 然后到了另外一个状态 都再去做 所以说这样子的反应来讲 大家这种反应来讲 就是它一般来讲 我们比较常见到 就是说光电化学的一个 一年串的长序反应 这长序反应了之后 因为它还是在光周期 所以说科学家们也是发现到 就是说如果说假设 在光暗反应交替使用的 这个过程中 那么它也会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会看到说 如果当你照光的时候呢 本身来讲呢 照光的时候呢 它就会有比较强的光电流 然后把它给光给关掉 它就整个就是会衰减 就会衰减 所以说于是就会看到了 这个样子的行为 然后当然这后面这边是指说 光电子的一个收集 就是说这个是每一个步骤 它发现这每一个步骤来讲 它可以顺利的把这个光电子 越收集越多 然后来做什么呢 进行暗反应的行为 所以下一步就是暗反应 那暗反应的话 因为暗反应卡尔文循环 其实它本质上也是很复杂的 然后它是最后的一个固碳反应 因为它蛮复杂的 所以换句话说 我只用这个简单的一个图 告诉大家 就是说其实以前大家学到 这个卡尔文循环 这件不简单的事情 然后这不简单的事情 是一般发生的暗反应里头 这暗反应里头 其实它的时间比较长 大概就是在 大概就会在10的 -3次方秒到几秒钟的时间 然后去进行卡尔文循环 这个是我们大概 以前比较常学到的 但是在最近其实 因为人类对于大自然的学习 其实它了解越来越多 所以近期间也就发现到 除了卡尔文循环以外 其实植物它本质上来讲 因为它的多样性 而且它也会很努力的 很努力的让它自己活得更好 所以说就可以看到 它有很多种有趣的事情 也是最近这几年 大概最近这20年来 人家才发现 在卡尔文循环的时候 它在同时上来讲 就是说它的一些物质 运输的一些物质 或者是传递能量的物质 其实有点不一样 而会去搭配了 各式各样的事情 例如说 卡尔文循环里头 卡尔文循环 一般来是用一种 就是三碳的方式 然后来做一些 就是能量还有物质上的运输 但是如果说假设上来 最近大家就发现 有些是用四碳的 四个碳的化学物质 然后有些是用紧天酸循环 最后面这个是紧天酸循环 有些甚至于说 就是干脆 就是有类似延迟循环的一个样子 然后这个是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因为卡尔文循环 它用三个碳的 其实是比较古老的一些植物在用的 例如说像荷花 然后荷花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来 有高等维管树植物存在的时候 它不久之后它就存在了 所以它算是一种很老的物种 相较起来 这底下这几种 它都是很老的 然后下面这几种 这个是稀释循环的 这就是玉米 这个玉米它就是有趣 就是说因为卡尔文循环 其实它是一种 就是暗反应 暗反应的话 就是指说光产生 一些高能物质之后 然后它接下来 可以好好的继续让它做固碳 固碳当然就是抓CO2 然后并且把它利用这样的循环方式 把它变成了卡尔的葡萄糖 但是因为生活实在是太不容易 然后植物长得又不一定 运动上来讲没有很方便 例如说如果假设大家可以发现 如果假设今天我们这个环境 如果你觉得太热的话 你可能就觉得 那我干脆就搬到比较凉一点的教室 去上课 然后如果说假设太冷的 我想说我就可以穿衣服 或者是我走到比较温暖的地方 去看要做什么 但是植物其实它没有这么方便 所以说于是它就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然后帮助它去适应生活 然后西式就是 西式循环其中一种 就是说干脆就是说 因为它可能它的生活环境稍微热了点 然后所以说干脆就让它产生了 这些所有的化学物质 不要靠我循环一般来讲 都是在植物的同一个部分附近发生 化学反应 然后这个西式不是 西式是说干脆就让它发生了 一些光反应暗反应的地方 有一些很大的差距的距离 而延缓它的反应 所以说用这种延缓反应来讲 去拖一点时间 就是当太热的时候 你可以不用很 就是立即工作 例如说你快中暑 你到底还要不要继续工作 如果要继续工作 不是就是太虐待人了 所以说他们就会用这种方式去延迟 延迟 然后让它在适当的时候 就是现在太热没关系 我们稍微晚一点再工作 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西式的循环 现在西式循环来讲 它有个好处就是说 其实因为在很多的文献报告就发现到 因为如果说假设一种植物在没有办法好好的选择 它要不要选择它所工作场域的温度 它不像人一样 天气热你就去休息 它不是它就在太阳底下曝晒 如果它没办法选择这么办 所以西式循环就是延迟 所以它可以耐更高温 然后更高温的环境下 或者说温度不适合的时候 它可以延缓稍微歇一下 那歇一下会有怎样的不错呢 就是说其实发现到现在在玉米还有相关的来讲 因为它有这个循环 所以有些人就把这种基改 把它直到了向水道上面去 然后水道 因为水道其实不是西式循环的 然后这种行为 这种行为当然我们撇除说基改的问题 然后如果撇除不讨论这个问题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来讲 就是说如果这种西式循环把这些碳 然后它这种机制把它进行改到了水道上 那水道太热的时候 它也可以选择说它可以稍微歇一下吧 歇一下 那歇一下之后呢 它就在高温下不用这么努力的工作 所以它发现它的产值上来 它的产量会增加 所以最近来讲 最近这十年来开始有人提到西式循环 如何去帮助植物在某些环境下做得更好 然后这个是有关于西式循环 然后如果像CAM的话 其实就是景天酸循环 这种一般来讲我们在生活中看很多 就是说那时候其实我们可能不是很认得 所以说取一个简单例子 就是像兰花 然后或者是一些仙人掌 然后或者是景天酸的植物 然后或者是一些就是 大家最近很风靡的多肉 多肉植物都是这些 那这些植物是怎么样呢 就是说因为其实旧关起来 它为什么长这样 因为它原生的环境里头可能白天太热了 白天太热了之后呢 它白天太热是不是还要工作呢 工作是不是我要把气孔打得很开 打得很开的时候 我在沙漠把气孔打很开 我不知道要不要命 然后所以 所以于是呢 他们就设计了一种很有趣的 干脆延迟的行为 就是说白天的时候 白天跟晚上有明显的光反应暗反应的区别性 而减少说白天把气孔打开的一个机会 所以就是说白天气孔能不开就不要开 因为这样就减少增山 因为水分珍贵 所以说这个是很后期的植物才发生的 这种循环上来讲 大家当然就说 也是最近这2、3、10年来或1、2、10年来 其实减天酸循环这些日子以来 才比较被人类所了解的 当然它叫减天酸循环 就是第一件事情 它发生在减天这一类的植物里头 然后后来就发生这些 后来演变的很好的植物 都会有这种技术 最后这一个 其实这个是一个更有趣的 方式就是这种是一种十足 十足就是还有马齿静游戏也会做这种行为 这是一种在路边上大家看到的小花而已 但是这个小花为什么会有这种 另外这种有趣的循环 这种循环其实也不是一个很特别的循环 就是说因为那种就是 一般来讲像我们西三西四 还有减天酸循环就是一个工作模式 大家就是好好的努力工作这样子 然后如果假设说大家身体不适的话呢 就是照这个 就是想像如果大家身体不适就还是照这样子循环方式工作 直到说那个叶子真的不行了 就是这样子 但是呢 这种第四个这种 这种慘态模式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在路边那种小花小草是说 天气太热了 我已经快要不行了 那怎么办呢 他就不要工作了 所以他就可以停下来不要工作了 然后这个跟前面的 就是卡尔文循环西四循环 或者是减天酸循环 其实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说他可以去 他可以说就是不用说 就是 这样应该是说 就是说以往如果假设我们是个老板 我们希望说你要整天努力工作 有没有生病都要努力的好好的工作 那这样才能够赚很多钱 然后当然就是说在这种 在这种循环上来 他比较在这第四个 就是卡尔文循环有一种类似警报系统 就是说不行了 那就不要工作赶快休息了 所以 这个也是在最近这几年发现 职务也会有这样子的行为 就是说不行了 他就赶快休息了 不要再工作了 所以说在固碳上来讲 原来就是发现其实植物在从头到尾 光合作用的每一个步骤 都有他很有趣的行为 而且努力的让他生活过得更好 维护生活品质 然后接下来的话 在这个每一个行为里头 我们接着要讨论看看 就是说那我们现今又有哪些的方式 让他们可以说就是哪些科技上来讲 长得像他们 那这些长得像他们有点有趣 就是说如果你要长得像他们的一般而言 就是说尽量就是不要用他们 但是要长得像他们才叫仿生 例如说如果假设我今天要坐飞机 假设我今天我要坐飞机 那我就想说飞机可能要很大 所以说想了一些方式 就是我可能例如说 我去拔那个 例如说如果假设这个世界上 还有翼龙什么的 我就拔它的翅膀来做 当然一般这种技术来讲不叫仿生 这个就是生物材料 这个就变成生物材料 仿生不是 仿生是说尽量说不要用到生物材料 然后来做这种类似仿效生物的事情来做 所以这个 于是张图案简单的就是说 这个是植物的页面 这是研花的页面 上面有很多围结构突突的 然后水滴在上面来讲 它会因为它在突突有这些围结构的关系 所以让水容易在上面团聚成球状 那球状之后 它就会把上面一些脏脏的东西滚下去 就一起粘把它滚下去 这是简单这样讲 然后如果说假设复杂的话 就是大家可能有兴趣 可以去了解到这种表面的这些力学 就发现其实这么讲的背后 其实是有很多的做表面力学的科学家 很努力的研究结果 那么的话 在生物科技来讲 仿生也是一样 仿生其实很久以前 大概在上世纪中 然后就开始有被提出了 然后提出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非常广效 就是说仿生是什么 就是说其实利用了生物的演化的经验 演化的经验是包括什么 你可以模仿生物的什么 形态 形态设计 然后或者是它的过程 你也可以模仿 然后模仿它的形态设计或过程 然后甚至说它的生态系统 你都可以模仿都是模仿它 然后模仿它的时候希望说能够有好的突破 这个好的突破 然后最近这几年来 仿生科技它在相关的技术上来讲 其实也是突飞猛进 而且在全世界上来讲 它的经济价值越来越高 例如说大家可以看到 例如说像什么设计 像壁虎一样 它的表面上会有些微结构 它是一种类似形态的设计 那就可以有很好的沾黏性 像壁虎的纸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年花表面很好的 自己的效果 这个都是一些模仿的 一些是模仿的一些生物结构 还有就是说有些太阳能电池 其实太阳能电池很多的想法 其实也是模仿了这样 就是在自然界的行为 如何把光能换成了电能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光合作用 其实就是讲了很多的一些生理反应 但是在里面还有很多的地方 都是把光能换成电能 所以说在这样子 整体上的考量 要更自然学习 然后就发现到 其实它整体上来讲 在这个世界上的产值 然后还有就是在相关的一些 资产上来讲的数量 是越来越多的 甚至于说后来 当然就很多人用这种方式 做设计很多微结构 然后或者是说 利用很多的不同的感光的东西 去吸收了光之后 去做光电反应 然后来这样做 然后这种灵感源自于说 对于自然界的这种植物的学习 或动物的学习 然后包裹在我们生活中的 各式各样 食衣柱形的很多的角落里头 所以说 所以说其实我们人类来讲 其实在很多部分来讲 不知不觉就仿生了 在仿生这部分上来讲 于是我们就要看看说 我们刚刚我们提到了 植物光合作用的那些事情 这个植物光合作用来讲 我们刚好简单的 把它举成了四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说 它怎么去吸光 第二个是光怎么把它换成电子 第三个是说 电子这些传输的这些问题 传输电和化学反应 第四个是固碳行为 然后我们接下来 我们会用一些 简单的一些光电元件 然后来看看说 人类大致上怎样去 跟自然去学习 然后可以做到这些事情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 有关于西光这件事情 西光这件事情来讲 其实人类来讲 开始后来就会用一些 人造的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 其实它最主要就是说 抓住它的重点就是共振 然后共振的话 就是指说 我把很多个同样的 会有共振能量东西 放在一起 试图的 让它高效率的 可以传播 达到传播 然后还有就是 能量的损耗 低的状态之下 然后可以达到我的目的 所以于是就有人开始 就想说 我使用了一些金属的颗粒 这金属颗粒很有趣 这是金属颗粒 当然大家以前 最近好像 国中的 应该是国中理化 或者是化学实验 有在做金奈米粒子 然后金奈米粒子 看起来是红红的 那红红的 为什么会长成这个样子 最主要就是 它表面很多的金属颗粒 表面有些很多电子 电子在受光的时候 它会在表面 产生一种 类似振动的行为 所以说于是 就会看到 就类似这样 就是说 光照到了这一颗颗 你合成好的金属颗粒 颗粒的话 它就表面上的一些 自由电子们 它就会振动 振动 它有一个固定的频率 所以大家听到一个 keyword 就是一个重点文字 就是频率 有固定的频率 它就会振动 然后这个振动 你就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 简单的想 就是以前大家看到的空气管柱 然后 当然空气管柱来讲 它是类似深波的 这种振动传递 这边是光波的传递 然后在植物里头 它是利用那些色素 它也是在做光能的传递 所以说于是就会有些人 用这些基础那样的例子 把一颗颗串在一起 那串在一起之后 接下来的话 因为这些例子 看你怎么串 就是说例如说 你可以排成了一个长条状 那么它的振动的过程 当然我们这个振动 是用光去振动它 就跟植物一样 你给它一个光 它就会同头 这个就是用了把它 把它弄成了这种锯齿状 然后它在传播的时候 它就会从头 这个输入的话 它渐渐地传过去 传过去 那这传过去的话 它很有趣 就是说它的速度来讲 传递的这种能量 共振的共振方式 它有趣的就是说 它的传递过程中 例如说 有人会想说 例如说很多个声音 很多个空气管柱 然后能量从一个空气管柱 传到下一个空气管柱 然后当然大家会想说 在传递过程中 是一些能量的传递 然后这种能量传递 其实它的速度上来讲 在这一类的物质里头 是非常快速的 然后它的快速方式来讲 在某些有限制的条件下 在有限制的条件下 它的速度上来讲 其实会跟光速 是会有得比拟的 跟光速是有得比拟的 所以它会在非常快速的时间内 把这个行为做完 所以说 它这种传递 一般而言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你只会看到 别容易看到 它最后传完的结果 就到对面去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的人眼 其实对于这种实践解析度 跟这种比起来 其实差太远了 所以说这种行为 然后现在目前为止 就是有些科学家 会利用这种一颗一颗的 颗粒 或者是上面所产生的 这种几何结构 几何构型 然后刚刚抽到这种颗粒 然后排起来 然后利用这样 然后把一些电磁波 从来注入之后 它一颗一颗这样传过去 然后或者是在平板上 这平板上 然后它有这个构型 然后你这样 从一侧传到另外一侧去 像这个是构型 像右手边 这个是构型 传过去 传过去非常快速 来做一些传输 这可以做传输 那这种传输 因为它快速 然后能量损耗少 然后再仿效了天然植物色素 它传得很少 然后它传得很少的话 它同时上来讲 就是它可以在那个 传输的坡上面 载入各式各样的讯息 可以载入各式各样的讯息 然后因为它的反应速度 其实很快速 而且它是类似这种 就是坡 然后当有些科学家做的 就是说 如果只是我们看到电磁波 是这样年续的电磁波 那就是看到年续电磁波 那有的科学家 甚至后期在近代 就有人会做 所以近代就是这十几年 就有人开始会设计 例如说就是把一颗光子 一颗光子 不是一个电磁波 一个电磁波可能 一个电磁波可能 就有很多光子了 然后我们看到这种光 其实通常来讲 就是数以照记的光子 然后如果是假设计 是一两颗光子打进去 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些光子 会具有一些 非线性的反应 就是例如说 一颗光子进去 跟另外一颗光子进去 它可能 一加一的时候 不等于二之类的行为 一加一不等于二 这种行为 然后这种行为 其实就是所谓的 简单的说 就是看到会有类似的 纠缠态这样子 然后在这些系统头 都可以看得到 都可以有机会 或者是可以看得到这种行为 就看到一些简单的纠缠态 而这种纠缠态的 就是后来这样 像今年的那个 当然今年的那个 若贝尔物理奖 它不是用这种系统去得奖 因为刚才想想 其实它们设计上来讲 有它们的就是 因为它们是更早之前做的 所以说会有它的那些 实验上的一些就是限制 然后不过就是说 这种一加一不等于 它该加的这个数值 一加一不等于 而这种就是一个光子跟一个光子 或者是一个电子 有spin down这种 然后放在一起 不等于1或不等于2 这种非线性的行为 然后来阐述它的纠缠 它而且后续在未来的时间里头 它可以用这种方式做计算 可以做这种方式计算 你只要能够了解这个东西 然后控制它 接着你就能够去运用它 例如说传输 像这个可以传输 然后有些是可以计算 然后计算之后 你就可以做一些 就是大家所说的量子电脑的行为 或量子传输之类都可以做 然后当然我们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大家才会很惊叹 就是在十几年前 大家发现到植物这个行为 就很惊叹 说原来植物早就在做 而只是我们人类可能不知道 它在做而已 所以说 所以说就会开启了很多植物科学 还有就是像现在的 就是生物的 就是量子力学的一个开端 然后还有相关的这种 就是例如说利用这种波 然后人类去仿造它 然后去传递讯息 然后有些 甚至可以利用这种 这一类的 有些甚至可以利用这一类的维结构 利用这种这一类的维结构 去传递讯息 还有可以做一些讯息之间的 互相的就是影响 然后看看会有一些计算 或相关的一些演算的成果 然后这个我们刚刚说的 第一个就是有关于天线的一些行为 接着这个第二个行为是 有关于说在刚刚我们看到第二个步骤 收集到光收集到反应中心 然后把这个光变成电子这个行为 其实这个行为在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被看到 最常看到的其实模仿它的行为 就是太阳能电池 那这边举了这个简单太阳能电池是怎么做 就是说这个是太阳能电池 它就是一个玻璃板在上面 然后把这个半导体层涂在这玻璃板上 然后涂在这玻璃板上之后 接着利用一些色素 那这个色素要有怎样呢 就是要跟植物一样 植物的话如果你去看它的色素 最基本上大家就会知道它有叶绿素 除了叶绿素以外还有什么 就是会有花青素 然后胡萝卜素 还有一些就是叶黄素 然后呢其中来讲其实 然后其实我们刚刚举的这些例子 还有其他的色素 例如是甜菜红之类的 其实植物的色素很多种 然后所以说人类就开始会想说 我就是效法植物说 我把很多种颜色的色素 然后呢因为每种 你看到不同种颜色代表它吸不同平谱的光嘛 然后呢接下来把这些色素 像植物一样把它涂在了 就像植物一样 然后把它放在这个 就是我们太阳能的这个板的 就是氧化物半导体的里面的上面 它的表层表面上 让它可以做吸光 那吸光了之后 接着下一步什么样呢 就是它会把这光子 会把这些吸光的这些材料 然后从把电子从基态 激发到了一个激发态之后 然后破了比较高能的电子 再把它从 从这个氧化物半导体 把这个比较高能的电子 收集起来之后呢 就用导电玻璃把它输出 那输出了之后呢 接下来的话就是 如果就正常而言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还会利用一些智慧电网 或相关的 然后把它收集 然后控制到我们一些的 稳定的电压 或者是电流 或相关环境下 然后来做我们的电的使用 然后呢 接下来的话呢 电子使用完毕之后呢 接着它就从另外一端回来 那回来之后呢 接着从这一个 从这个电子 然后又注入回去 然后注入回去之后 接着呢 这些 利用这些反应 然后把它给 就是原本被激发的那个电子 可能你就发现它可能就是 一个电子又被拿走 那个东西可能变成带震电的 短暂期间就带震电 然后这些回注的电子 这些回注的电子呢 就会让这些带震电的这些 然后又把它变成中性 就这样反复循环 它就会一直产电 然后这种太阳能板 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 它其实它长得就像一个叶子 那在叶子上面 有各式各样的西光色素 然后呢 把电子 就把光子换成 把光换成了电 这样子 把光换成了电 所以他们就在做这样简单的一个行为 那在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太阳能 太阳能电池里头 其实有很多的部分在做 在做是把光子换成了电子 然后把光能换成电能的行为 然后 然后所以说呢 其实它是一种 在模仿一个我们 生物里头的一个行为 也蛮常见的的一个事情 然后接着呢 这个是有关于 把光换成电的行为 然后接下来的话 在光合作用里头 它不止把光换成电 大家可以发现 在接下来的第三个步骤是什么呢 其实它是呢 就是把电子换成了化学能 例如说ATP之类的 就是换成了这些 或者是NADP 和NADPH的转换 这种就是把电变成了化学能 当然在这种把电换成化学能 在植物系统里头 我们是一个步骤 一个步骤 个别这样讲述 然后在操作上来讲 现今也是有类似的事情在做 不过它是把整个做串联起来的 下一个就是太阳能产青 那太阳能产青要怎么做 就是说 现在很多都是拿太阳能 然后呢 太阳能有光嘛 对吧 把光能换成了电能 换成了电能之后呢 接着这个电子的能量 然后接着我不拿来直接使用 如果假设我把那个电子 把那个电子有能量的电子 把它的能量转移 然后做化学反应 然后就把这些 我们看到了 把这一个水里头的H症 然后把它给还原 变成H2 于是就产生氢气了 所以它是一种 把光能变电能 然后电能再把它换成化学能的一个行为 所以说呢 但是在现今来讲 有很多种的做法 就是用这种光子 用太阳光的能量 然后把它 就是利用一些 我们拿一些材料 然后呢 让它可以产生的电子 产生电子 还有它的相对的一个 就是它 大家产生电子的时候 可以发现 就是也可以看到 它类似有一个电动的行为 然后最后接下来的电子的话 就会把一些 就把氢H症还原成了氢气 然后变成化学能 那氢气能干嘛呢 氢气的话呢 一般而言 氢气它可以做一些 就是燃料电池使用 燃料电池使用 还有就是说 氢气的 它的燃料电池使用之后 其实它比我们一般的 燃料电池的特点 不一样特点就是 氢气的 氢气的 它的跟燃料电池反应的 之后的产物 然后它反应的 另外一个是氧气 所以氢气跟氧气 如果只要重新结合之后 它会放出它能量 然后供很多电动车 它会供电动车去做一些 做一些能源 供给它能源 然后可以做一些驾驶 或是运输 然后它最后所产生的东西是水 它最后产生的东西是水 所以它也是一种 洁净的能源 它是一种洁净的能源 所以说我们可以发现说 其实在国外来讲 或者是在国外 其实做的比较多一点 国外做的比较多 是很多的氢能的车子 国外做的比较多 在台湾做的可能 就比较没有那么多 就是把这些氢能 然后把它变成能源 然后最后它的产物就是水 然后在仿效生物的结构里头 我们就知道说 其实太阳能产青 就是把这些光子 然后换成了电 然后再换成了化学能 然后一起做 然后这种一起做 就是一步步做 然后在一个系统这样做 然后其实一般而言 它的速度上来讲 它的速度上来 如果正常而言 因为最后一步电化学反应 这电化学反应 其实是比较 最后这种电化学反应 是比较耗时的 不过这种耗时使用 大概也是在几个秒 几秒时间内就会做完 然后这个是有关于 就是如何模仿植物 把光变成电 然后把它变成了化学能 然后接着呢 第四个步骤其实就是固碳 固碳的话呢 当然最近固碳的题目是 在科学界是非常的热门的 因为有关于全球软化的问题 还有就是可能在我们地球上的 二氧化碳浓度 渐渐增加这个议题上 所以说于是大家就开始有人 有人去想办法去 好 跳到 那就想办法用第二个步骤做 然后这个地方可以发现 这个刚好就有个错字 然后呢就是说 就是二氧化碳的还原 就是第四个步骤 然后呢这第四个步骤也是 就是说其实科学家也是一样 就是想办法去把光 然后换成了电之后 然后把它做成了 把这个二氧化碳还原成了 其他的碳化物 那这些碳化物可以干嘛 这些碳化物可以作为一些 燃料的使用 碳化物可以作为一些燃料的使用 然后呢这个燃料的使用来讲 现今来讲 就是题目非常热门 然后转换率 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其实也蛮高的 就是说目前为止 科学家做到的话 像这边可以这一篇 在2018年的这个国际期刊上发表 就可以把这种转换率可以在 把CO2变成了一些碳燃料 碳燃料来讲 可以到63%的一个效率 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是蛮高的 但是现在来讲 其实人类碰触到这种 就是二氧化碳还原的行为上来讲 其实还有一个有趣的议题 就是有关于碳捕捉的议题 其实这个碳捕捉跟二氧化碳还原 都是蛮热门的 然后当然我们一般生活中 就是首先你要把碳能够捕抓 那捕捉了之后 接下来呢 下一步把它还原 然后人类的科技 目前我也在二氧化碳的还原上来讲 其实利用这种就是光能 光能然后把它变成了电能化学 电化学能把二氧化碳还原的 这种技术上来讲 其实可以看到像这篇 像这个学术报道可以到63% 就是63% 然后当然有些也是这样 就是有些甚至于更高一些 但是因为我们目前为止来讲 在这个是有关于二氧化碳还原 但是在前端的碳捕捉上来讲 因为我们现在大气中的环境 大气中的环境 其实我们都了解到 就是说二氧化碳的浓度 其实是越来越提高的 越来越提高 但是又其实 我们可以想想看 就是说以前 以前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然后地球上来曾经 二氧化碳浓度也有很高的时候 很高的时候会出现的是什么 例如说大家在恐龙时代的时候 然后就会发现到 二氧化碳浓度可能稍微高一些 所以会有很多的 中乳时的碳酸钙形成 那形成了之后呢 接下来的话就现在看到的很多的 就是那个科斯特地形 这种这一类的东西 然后那个时候呢 其实是自然界的 自然界里头 二氧化碳浓度高到可以产生 直接产生碳酸钙 然后所以会有多碳酸钙的成绩 但是我们现今的生活中 可能的问题就是说 因为二氧化碳其实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碳排出来的东西 而且它本质上来会 正是一个温室气体 然后但是它浓度有没有像以前的 就是可能像白二 白二纪或者是相关那个时期 这么高 可以让它自己成绩 所以换句话说 在探捕桌上来讲 因为自然界又不到那种 可以自己把它抓下来的 那种自然天成的样子的时代 然后那个浓度 然后所以说 人类在探捕桌上来讲 就变成说要花更多的心力 去做一个就是 可能自然界还没有办法 让它成自然成绩 但是人类却要想把它做到了这个事情 所以要花更多的力在探捕桌上 所以说这个是有关于二氧化碳的还原 但是其实像现在比较多的 可能比较没有很有效的方式 可能比较不有效的方式 有关于探捕桌 那当然在探捕桌里头 目前为止 其实可能在近年来来讲 大家觉得探捕桌来讲 比较有效的 大家可能就是后来 在经历了人类开始跟 自然界学习这样子的一个行为之后 然后后来就创造了各式各样的原件 最近当然就开始也有些人 开始反思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跟自然界学习了这么多 学习了这么多 创造了各式各样的原件 来帮助我们的生活 但在探捕桌这件事情上来讲 有些人就开始想到说 如果我们跟自然界学习去做探捕桌 甚至于说就干脆反思起来说 我们可以种更多的树 或者是说我们跟自然界设置一个 温室来做探捕桌 温室里面有植物来做探捕桌的实验 然后或者是说养了很多藻类 干脆就是因为以前 可能在树一年前他们都做到了 那我们就是让他们再来做 所以于是就开始又有这样子的 各式各样这方面的研究 还有这些设施的设置 然后开始来往这个方向走 就是说不只是仿生 那我就干脆说 是不是就是说 回头想想看之前他们怎么做的 那我们就让他们来做 所以最近也有一些开始有人 在朝这方向去做 当然在这方面做的其实也是一种 就是帮助人类一些科研进步上 还有生活上的一个方式 所以说这个是有关于 一些这些简单的一些仿生的 在光合作用的一个行为 那接下来我们要简单的讲到 有关于人工智慧的问题 那为什么会讲人工智慧 最重要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些奇怪怪的例子 或者这些 就是看起来很奇怪 或者很精巧的例子 因为植物其实它做这些动作都很精巧 导致人类在后来设计这些元件的时候 也是需要很多很多的参数 跟很多很多的一些实验去做 那么所以说 当然现在是一个人工智慧的一个 就是蓬勃发展的一个时代 所以说跟它做结合 大家都知道 例如说工业的话 我们就可以说 例如是3.0要进到4.0之类的 但是怎么样跟这个有关联性呢 其实就回归起来 什么叫人工智慧 当然在人工智慧里头 人工智慧里头 大家可能刚开始碰触到的时候 会对它有很多的想法 很多想法到底什么是人工智慧 其实人工智慧来讲 在刚开始来讲 有败于说这些 这些 钱人做了很多的在科研上 然后还有就是在研究上 还有工程上的一些应用 然后而且是不只是在 不只是在人工智慧上 单纯这一点上 然后还有就是 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 后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工程 就是有关于运算科技的进步 就是说计算上来讲 上世纪也许就有一些计算机出现了 只是计算机出现的时候 大家如果假设有听过 或有看过就是要送卡 送卡的时候 大家在上面打卡 打了之后 一台这么大的机台 算一算一就只有这样 大家可能会觉得 有点些许落寞 但是现在因为这些 运算科技的进步 然后让这些原本来讲 原本要做处理上来讲 有点慢速的事情 变得非常的快速 甚至于说 还有些重极性电脑 或者是超级电脑的一些出现 而且现在的重极电脑 跟超级电脑来讲 他们的运算能力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土飞猛进的 所以说于是 非常感谢说这些科技的进步 然后其实综合起来 让这些人工科技 还有人工智慧的东西 可以在我们这个世纪里头 然后可以真的说 更广泛的 跟我们的生活更多的结合 然后结合到了 像现在大家的手机 然后还有就是 就是会偷听人家讲话的Siri之类的 就是你可能拿iPhone 然后讲完讲之后 不然Siri就跟你讲话 然后我们就可能就讲说 Siri你能不能偷听我讲话之类的 所以说 会有类似这样子的事情出现 这个就是有建于 他们这些的进步 当然就最早之前来讲 其实在195几年的时候 那时候就有提出了 就是麦卡锡先生他们等的 他们就提出了有关于人工智慧这件事情 那当然那个时候 大家可以发现 这个东西 它的时间 跟仿生 大家提出来的时间可能 真正被提出来的时间 当然被提出来之前 可能还有酝酿期 然后到提出来195几年的时候 他跟仿生蛮类似 然后等到过了 就是过了四五十年后 或五六十年后的今天 大家例如说在上面 就在讲台上 就跟大家讲说 人工智慧多么的好之类的 或看到很多的进步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科技的进步 到现在其实也是很久的时间了 所以可以看到 从1955年的时候 开始就酝酿完倡议的这件事了 好 但是那时候 其实人工智慧那时候是因为 它是用电子计算机 就看到那种很大台那种 大家就好努力送卡 努力送卡了之后 接下来的话 就突飞猛进 但是理论上是这样 但是事实上来讲 因为它运算得不太快速 所以甚至有些人会觉得说 那是不是我用纸笔算算就好了 我也不用在那边打卡算 之类的 所以会有 它就经历一段 比较 大家对于这个东西比较觉得 它可能有用 但是又没那么有用 然后干脆先不要用的一种想法 那这种想法多了一点的时候 接着 这个科技大家就比较没那么在意它 所以它也就是发迹了之后 它沉浸了一段时间 沉浸了将近可能二十几年的时间 就是比较安静一点的时间 当然这个安静一点时间 不是说大家都不作为 因为如果真的不作为的话 我们的科技也就不会长现在这样子 其实因为这些科学家们在这二三十年内 可能在那段比较沉寂的一段时间内 其实很多科学家还是很努力的去做很多突破 然后突破了之后 到后来的我们现在的 才有我们现在的这些人工科技可以享用 而且享用到这种程度是我们完全 有时候我们用的都不知道我们正在用 例如说现在大家可能在 可能在用了手机 然后会用Google 它就帮你算一算之类 你可能昨天 例如说你去找哪一个好吃的餐厅 然后你可能 例如说你想要去吃个什么汉堡大餐 然后就今天的话 你可能Google在搜寻 说旁边广告怎么都是在讲汉堡的事情 就是这样 也许你今天已经不在意汉堡 因为你昨天吃完了 所以它就会有这种有趣的事情来迁入你生活中 各式各样的 例如说你要出国 你可能订了一张机票 结果奇怪了 你的所有的社群相关的旁边都是一些 你要你的目的地的旅馆的广告 不然目的地哪里好玩的广告 然后想说这是我们的生活 然后根本有很多的 很多的这种东西都是人工智慧的迁入 迁入这种原则上来讲 那什么是人工智慧 其实我们使用上来讲 如果很广义的在讲这件事情的话 很广义的话 就包括了各式各样的事情 例如说 后来就开始会有大家的定义 定义上来讲就是利用这些数据 然后并且来讲就是透过一些方式 然后让这些东西来讲 完成特定的目标跟特定的任务 所以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根据这种定义就是说 你可能人来讲可能在要做这个人工智慧的相关的事情的时候 你可能就需要有一些就是基本上的数据 然后还要有一些就是它的特定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例如说你在输入程式的时候 你不可能说完全没想法 你什么都不知道要做 不知道要做的时候 试问你要写什么 然后结果它会有类似的问题 就是你要有个目的 你要干什么 然后它就你要干什么 你要去哪里的 这个东西你要有个Data Base 然后会有这样子的方式 然后这种方式来讲 它是认为说 就是说这种东西可能跟人很像 就是说如果说假设就人的行为上来讲 你可能 例如说你今天要去哪里 例如说假设我今天 我们今天我们要到科工馆来听演讲 然后或者是我们到科工馆来玩 然后这边有很多很有趣的科学 可以让我们了解 那接下来的话下一步就是 我的目的就是我今天我要来了 然后来了怎样 我就想我要怎么来 于是我就根据我的经验 然后去判断 然后要怎么来 然后其实AI可能也类似这种方式 就是说我今天我要来了 然后我要根据我的经验是什么 那我经验当然就是很多种方式 例如走路来 骑机车来 开车来 然后做大众运输工具来 或者甚至于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来 干脆Google地图看一看 我要怎么来 按一按 其实这些都是生活的经验 这些生活的经验 我们叫做经验 其实在这里头来讲 你就是把这些经验 把它变成了一个可辨识的一些数据 然后让它去让这个东西去学习 但学习也是有一个目的 就是你要干嘛 就是我今天我们就是要来科工馆 来了解科普的 或者是了解科学 或做科普或anyway 就是类似这样子的方式 就是我们产生了我们的目的 那我们有这个目的了之后 接下来的话就是跟这个结合 所以说开始说 这方面来讲 当然它跟人类的思维来讲 是有点像的 就早上起来 我要来科工馆这样子的思维有点像 然后怎么来 有点像 那当然就说 所以说根据这个方式 就会有一些设计上来讲 在人工智慧上来讲 看设计的这个方面的不同 所以说 于是刚开始就有人 在人工智慧上提供这个建议 提供了它的一个解释是这样 然后如果说假設看得更详细 就是像牛津 如果你去看牛津字典 它就解释了 就是说它是解释的是说 有关于说你要用计算机 简单来说 就是可能用一些电脑 或一些可以计算的一些机器 然后它具有一些理论 然后是能够开发一些 可以执行人的智慧 所说要做的任务 然后包括什么呢 包括了就是视觉 听觉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决策 语言之类的 所以它在牛津字典 甚至于说在AI的范畴 也是更广的 更广的去定义这个 这个它的层面 这是更广的去定义它的层面 那至于当然在详细的执行面上来讲 可能还是要现阶段的 可能还是要去仰赖人的 或者是相关的 创造出来的一个数据 然后来做一些 来做一些研判 然后目的的研判 那无论是正向或反向 正向反向可能都需要 只是程度上 还有那些需求上的不一样 所以说它目前应用的是什么呢 例如说大家可能会用Google 就Google 然后还有就是像大家Facebook 就是前一阵子 就是有些有趣的广告 例如说经常换计算逻辑的Facebook 然后不然就是说有YouTube 亚马逊 例如说亚马逊 你打开了之后 就会发现 为什么旁边的广告永远都是跟我昨天前天 或者我在使用那个电脑 而上一个人有关呢 所以就是会有这种有趣的事情 然后还有就是相关的一些系统 例如像Siri Siri的这个 就是大家如果假设你有用那个Apple 就知道我偶尔会听人讲话 偷听人讲话的Siri 然后还有自驾系统特斯拉 然后还有就是 大家前置比较红的 例如说Alphago下棋 这些然后这些来讲 他们都有一些相当大的一个辨识能力 这个辨识能力其实背后来讲 就是说也是就是说 他可能需要有很多的Data 然后很多的数据去支持 而且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你要做什么 如果假设你是个残学家 你可能无欲则刚的话 那可能这个就比较困难一点 所以说其实有时候 人的想法在这方面上 可能跟人工社会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说 人有时候在很多想法上来讲 其实比较哲学 还有就是有时候是无欲则刚 如果大家可以做到 例如说什么金刚经说的 什么无所助而生其心之类的 可能这种模型就不可能 可能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所以说这种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它的应用 现在来讲还有很多很多的一种 就是它的应用 然后我们当然我们生活中 碰触到各式各样 你只要把手机打开 就很容易碰到这些东西 或者你把电脑打开 就不小心碰到这些东西了 然后在这些应用上来讲 目前为止产业上的应用有很多 然后我们当然我们今天最主要是在讲 就是有关于如何让它去帮助我们去模仿植物科技的事情 然后但是我们在这个比较知道 例如说在这边右边的这个是工业4.0 那工业4.0 然后我们就发现到它可以让我们的 就是说原本在做的这些事情 如果加入AI的话 可以让你节省更多的时间 还有能力 然后还有资源 然后让你去更加更快的去把这个 你要执行的这个目标 把它给最佳化 所以说于是我们就可以照这样 然后所以说这个是在工业4.0 然后在材料来讲 它同样来讲 它的材料界也是有这样的现象 就材料界以前来讲 如果说假设材料1.0是什么 就大家可以想象中 就是以前大家在做那个铸剑师 铸剑师 然后就整天打打铁 然后打打铁之后 希望那个剑然后很硬 然后又很嫩 然后可以做很多事 所以说于是以前就有铸剑师 还有炼金师 就是如何把那个什么 不是黄金链成金之类的 这一类有趣的故事 其实它是反映就是说 反正我有东西 我就根据一些想法我就去做 这个是 这种东西 以前古时候他们做的时候 本身来讲是1.0 就是1.0的时候 然后2.0的时候就开始 有一些基本上的理论出现了 一些基本上的理论 像热力学之类的 然后就开始有一些理论 所以也就是不再像以前的那种 就是真的是 试试的时代 然后3.0的时候是 因为电脑科技开始也渐渐的进步之后 开始会帮你模拟了 然后帮你更有系统的 把你的实验模型 或者是你的理论模型 真的算算看给你看 然后知道说 这样做会是什么 然后所以说换就在这3.0 那3.0其实跟我们现在时代 就已经很靠近了 然后现在是4.0 然后4.0是怎样 就是说我们以前都是用这些 已知的东西 然后去做 然后接下来我们无论在计算上 或者在实验上来讲 我们都是还是要好好把它做完 那现在4.0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我们已经累积到 够多的经验 那这些经验来讲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就是说在AI里头有时候都需要 很多的一些data来做为 就是很多数据来做我们经验参考 那经验参考之后 我们给它一个目的 好 例如说我今天我要练出一个 夺坚韧的键 当然坚韧不是一个 坚韧是一个 坚韧可能在这边上是一个 名词或者是一个形容词 然后如果说假设 我能够告诉他说 什么叫坚韧 例如说他的 例如说他的弹性系数要多少 然后或者是说 他的硬度要多少之类的 那如果说假设我能给出他的目的 给出一个目的 我要做这东西的目的 然后还有就是 我能够给他一个 足够可以辨识的一个数据量的话 那他就可以从这个数据量 去做一些学习之后 给我们一个比较一个 我们可能还没做实验 然后可能就可以给我们一个 比较佳的一个初始的一个做法 然后或者是一个设置 然后所以说于是可以节省更多的 例如说原料的浪费 或人力的成本或时间 那就可以更快的去找到了答案 所以说换句话说 在这个材料4.0也是 但是在这些来讲发展上比较早的 其实应该算是工业4.0 他们的想法开始比较早 就是用这个AI开始 然后接着他就开始 迫及到了其他产业 像材料4.0是欧巴马时代的时候 然后开始在美国倡议 然后全世界开始做 但是其实那个时代来讲 离工业4.0可能稍微晚了一点 接着我们可以看到植物科学 植物科学也是一样 就是说最近在2011年的时候 那个普渡大学的农学院 你才开始来说植物的2.0 那是什么 就是开始用大量的AI技术 然后相关的技术 然后把AI的技术 迁入到了我们的植物科学里面去 然后让我们的 例如说植物 农作物 粮食作物 或相关的我们想要的东西 让它可以达到离我们的预期更近 或者是我们想要它能够做什么 能够让它更达到我们的需求 所以说这个是有关于植物的 植物科学它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开始要简单一些 就是说那我们如何去让这些去做 让这些机械学习的方式去 做我们的这些仿生的这些东西 首先来讲就决例 就是说让机械学习的东西去模仿我们的 让我们的仿生物的天线色素 如何让它可以达到一些基本上的设置 那这种设置要怎么做呢 其实它的前置上来讲有点有趣 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AI 那AI这种东西来讲 在我们的学习方式上 一般来讲 就是有可能有两个简单的范畴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去哪里 或者是我们要做什么 然后例如说如果你要下棋的话 你基本上一个目的就是说 你可能想要赢 不然就是下棋你希望能够输 你要怎么下之类的 这都可以 就是你要有个目的 赢跟输 或你要做多烂做多好 或做多硬做多软 然后性质多好多不好 当然不能只是一个形容值 就是说这东西好吃不好吃之类 这样可能不行 就是你可能要给它一个更精确的定义 例如说我的效率值 我希望这个太阳电池 我希望效率值可以达到13% 这样之类的 然后就需要一个目的 那这个目的给了之后 就是光是有目的可能还不行 就好像你今天早上起床之后 你说你要到科工馆 但是你可能 如果假设你完全不知道怎么来 那怎么办呢 所以你可能就想想看 你要怎么来了 然后要怎么来的时候 你可能根据你的历史上来讲 你可以怎么来 然后做一些简单的判断 然后整体上的判断 然后你就会来了 我们说的简单的判断 跟总体上的判断 其实它是一个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那就是我们的累积的生活经验 就是这些数据 然后这些数据上来讲 它也是类似一样 所以它有点像是 它设计上其实有点跟 把人对于一个目的达到的一个方式 把它给逻辑化 然后去做这件事 所以说如何去仿效生物科技 生物的这种天性色素 首先来讲就是说 因为在叶子上面有很多色素 有很多色素 那现在就是有人会想说 那这个色素来讲 到最后它会把一个光 然后把光给吸收 然后吸收怎么吸收 就是它一个个震荡的方式 把能量一个个这样传传传传传 然后最后面再换成电子 这是一个简单的行为 那这个简单的行为来讲 如果说假设 我们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如果假设 我们是用这些一些 这些金属颗粒 然后一颗颗把它串起来 一颗颗串起来 串到最后 让它到最后一颗的时候 然后就把它给换成电子 换成电子 但是前面都是用光 然后用震荡的方式 把它传到后面去 然后所以用这种方式做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拿一个材料的一个系统 复合系统 然后想要去模仿一个生物的系统 然后这生物系统来讲 特点就是说 它的能量传递的时候 描述了自然界植物 可能叶绿素叶黄素 无萝卜素还有花心素这些 这些色素 然后这些色素 它在传递的系统中 其实它能量来讲 除了在这个最后一步 就看到这个右手边的 这个最后一步 是用电子以外 其他的全部都是用光子震动的 所以要达到这个 然后把这些串在一起 然后最开始有这个想法 你有目的了 然后了解说 我要拿金属纳米颗粒串 然后串起来 希望这种震荡的 会得到这种样子的效果 好 那接着怎么办呢 第一步就是说 你可能知道目的了 然后你知道说 你今天要来科工馆 然后根据你的经验 你就知道怎么来 但是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一般而言是没有经验的 没有经验 就这个来讲是没有经验 然后要怎样让这个AI系统有经验呢 就首先来讲 要为它一些东西 让它有经验 然后接着做完这个东西之后 要为它有经验的方式来讲 所以说我们也许在这个AI的开发上来讲 开始有很多的梦想 但是梦想上来讲 希望它能够像植物一样这样子怎么办 然后并且来讲它可以整合 然后但是第一步来讲 其实讲了那么多 第一步还是要首先先去做资讯的探勘 那资讯的探勘来讲 第一步就开始其实是苦工 就是说你要了解到 就是说这些东西震荡 然后会吸光 但是那个是我们知道 但是你要让AI明显的知道的话 你就是要给它经验 那经验就是要有data 所以说于是就开始去合成了 一些经验的例子 这有些就合成了圆球状的 有些合成了有刺状的 那有些就合成了就像海胆状之类的 就合成各式各样 那合成各式各样之后 这边可以看到 就是说右边的这些图 就是用不同参数 然后合成的经验的例子 这个部分这个是我们实验室做的 就会发现为了要做这件事情 就学生们开始 就是有趣的日以继夜 然后研究生开始就日以继夜把这个东西做 然后调出各式各样的经验的例子 然后就看看它的颜色是不是不一样 然后索性它的颜色真的还长得不太一样 那不一样之后 接着就是把它 把它这个颜色不一样是我们讲的 但是要把它变成数据 然后数据的时候再去为AI 那为那个逻辑系统 让它知道 就是说它可能就是用这些方式可以达到什么 所以说于是就是这个是要让它来客公馆的时候 之前要有经验怎么来做的 然后当然这个是经验 经验之后还要确保说 你的经验来讲就是说要验证 例如说我这样合成一颗颜色不一样 可能是什么呢 可能有很多种可能性 所以我还要用电子显微镜看看 是不是它真的合成奈米粒子 所以左手边是看它有没有合成奈米粒子 从光谱 然后还有从电子显微镜 然后还有从一些光学模拟看看是不是符合 也就是说在学习的经验里头 其实这些数据很重要 就是说要让它学习 它怎么来客公馆 为它很多经验 而且这每一个经验都要确保一件事情 就是说它所有提供这些经验的 曾经这些经验都要曾经真的来过客公馆 不要说就是说里面为了经验 有的时候要去客公馆 结果去了例如去历史博物馆 然后不然去高雄火车站 然后不然就去了台北火车站这样子 然后都为了 如果假设你为了这种 就是说你要来客公馆 结果你为了要去台北火车站 为了要去历史博物馆 这些的经验给它的话 那可能到最后 因为它的判断上来讲 它学到这些经验不是很正确 所以后来它来帮你做一些 节省的这些推测的时候 也容易会有更多的错误 所以换句话说 尽量要喂的时候就要好好喂 所以这边就是右边就是告诉他 就是做做看到历史博物馆 不是到那个空馆的一个来的经验是什么 然后还有证实他真的来了 那就可以喂他了 然后喂了之后很麻烦 就是其实这个东西为了很麻烦 就是在初期的时候 其实开始很麻烦 就是说你要有足够的数据 但是这种足够数据很有趣 就是说什么叫足够数据 所以就是会有人会提供一种想法 就是有关于大数据的想法 就是说你的数据量够大 大到某个程度的时候 你就能够去涵盖这些所有的可能性 但是因为一般而言在很多 实际上来讲在实物上来讲 真的达到大数据又没有那么容易 尤其是在这个实验 这实验来讲每一个 例如说你刚开始制作 然后到最后验证 然后其实每一个都是钱 都是经费 情况之下 你可能要用最少量的数据 去看这件事情 要能够涵盖最大的效果 所以说有关于数据探勘这件事情 或数据的获得来讲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在于 你要能够抓到特征 就抓到特征 例如说你可能 例如说你今天要来的科工馆来听 或者是来这边参加 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 然后特征是什么 你可能重点就是交通工具 它这个时间会不会塞车之类的 然后这个是特征 但是有些人会抓不到特征 例如说什么 例如说 例如说抓不到特征例如什么 就是说你可能早上起床的时候 你看到你餐桌上蚂蚁有几只 当然这个蚂蚁有几只跟你要来不来科工馆 其实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有些人在大海捞针做实验的时候 就把蚂蚁有几只也算进去了 然后其实蚂蚁有几只你早上起床的时候 你餐桌上蚂蚁有几只 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在你来科工馆的时候的必要的特征的参数 但是你也做了 所以说换句话说了 其实在设置这些实验上有一个在资料探勘的时候 一个最重要如何让你在想做成大数据 但是又很努力的情况之下 更有效的方式就是你都要努力地抓到特征 努力找到特征了之后 记得再去把这个数据量做了更多一点 然后让它可以做更精准更好的辨识 所以说于是在前面来讲 我们在上一页就做了一些 让它的数据量多一点 而且可以做出一些特征 然后找到一些特征了之后 接下来的话 再来让它做一些机械学习 右手边这个是机械学习的方式 我们机械学习方式有用的就是 类神经网络跟基因演算法 这些模型去做了逻辑上的训练 逻辑上的训练 然后根据这些数据来做逻辑上训练 训练完了之后 它会有一个模型建构好了之后 就好像说今天早上要来科工馆 然后假设你已经有 以前这些数据或怎么来的方式的 一个逻辑性的话 接着你可能就开始想要怎么来 然后一个判断之后 你就知道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就是模型训练之后的结果 这个结果来讲 到最后你当然早上就要详细看看怎么来 来了现场之后发现 这个结果跟你想的到底一样不一样 如果不一样怎么办 首先来讲就只能不一样 然后接下来有时候就回想起来 今天早上怎么想这件事 怎么会不一样 于是就会去修正它 所以现在AI其实也有一个很大的状况 就是说当你去获得了你原本有资料库 然后去为了这一个你的逻辑训练 训练出一个怎么来的逻辑之后 接着这个逻辑可能你真的实物做完了之后 可能跟你的现实的状态有落差或没落差 但没落差就很好 然后有落差怎么办呢 就回去之间这一趟就变成你其中的一次经验 然后再回去 那就回到第一个 就是你的经验又加一了 那加一了之后 记得下次你可能又把这个东西拿人家去训练你的模型 然后把它当作你的经验之一的模型又出来了之后 记得下一次你要来科工馆的时候 有个训练过后的更新后的模型 再来做一次 给出一个答案 然后看一样不一样 这样反复做 那这反复做的话 其实每一次反复做都是一样 就是说最后在实验上也会有类似这样 就是我今天来科工馆 然后根据我的经验 就是我的实验后的模型到底好不好 然后怎么来 然后我来了之后是不是真的来了 所以说于是就会看到有类似这样子的图 就是说它的横轴来讲是指说预测的结果 就是说我今天早上出门前 我想说我今天应该根据我的经验 怎么来科工馆比较好 然后记得这一个这种轴子Y轴 是指说详细真正观察到的状态 就是说你真的来科工馆了 状态跟你想的一样不一样 那如果一样的话 你就会在中间这条结局上 就例如说你预测是500好了 那真正结果应该是500 所以这条斜率是1的线上 那代表说你的预测上来讲是OK的 没问题 但是如果说假设你今天发现到 我的预测跟我真的怎么来 就发现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说的 然后就有个很大落差 那我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也就摆明知道说你的这个圈有问题 或者是你可能有很多可能性 第一个是你数据根本就有问题 就是原始数据有问题 第二个就是你模型根本就怪怪的 第三个是你可能这两个都没问题 你逻辑没问题 但是你的那天刚好头脑打击 也就是说训练不够 就是那个模型没有好好瞧好 所以就是大脑那天挺好 不知道在想什么这样子 所以这导致都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 而导致你的落差 其实在AI里头也同意有这种状况 就是说到底数据位的好不好 你之前的经验够不够 然后够了之后 觉得你有什么模型 你有什么样去想这件事情 就是说例如这人就问说 你怎么考虑这件事情 你怎么想的呢 这样子 有的人就想的很有逻辑 有的人想的没逻辑 有的人想的很奇怪 接着有逻辑 例如说假设就理智上来讲 我应该怎么做 但是人有时候就是不是很理智 就是那个模型也没有缺你好 就没在那上面跑 然后有时候就会有类似这个现象 就是代表那模型缺你了不好 然后到时候给的结果 当然也就怪怪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他有很多的 很细微的工作 其实也需要好好的被做 然后做好了之后 他就会产生一个 值得可信赖的一个结果 让人家可以去依许 那无论是正向或反向的这样子 所以正向例如说 像很多做实验人就告诉我们 我们说 你要怎么样实验参数 你做出来的结果会怎样 但是反向就是 我一要想到这个结果 我实验参数要怎么设 其实都可以 就仅限于那些 我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 你的数据到底好 到底有没有特征性 还有就是那个东西到底精准吗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你那个模型到底有没有设好 然后模型设好之后 你拿这些数据去训练它 去训练它 有没有训练好 这样子很多的问题串在一起 这样 所以说于是我们在串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真的可以合成了 这些球状那里的例子 然后可以合成了 就是球那里的例子上面 有长了一根根的刺 然后刺当然有刺的密度的问题 还有刺的 所以说要刺 刺就有到底有多胖跟多长的高宽比 那这些其实都能够做 然后所以换句话说 在你只要做 如果假设你有刺定好的话 就是说做了数据像我这样做 可能就只有全部从头到尾 可能在喂它的时候 有做了初始喂它 可能做了108组 然后等到做完了之后 产生让AI预测结果之后 拿624组去刺定它 就是去验证它对不对 然后不对再去喂它 然后反复喂完之后 你就可以做出来了 你就可以做出 各式各样奇异块块的奈米例子 那当然你可以做出这些东西 也就不难的告诉你说 如果今天你要设定说 你要长出怎样的大小 然后怎样的高宽比 怎样长度的刺什么的 你只要有好的定义 然后反馈去问它 你也是可以问到这样子的结果 然后这个是 我们刚刚提到的是有关于说球状 当然我们也会做一些 现在平板状的这些奈米粒子 就是说把这些奈米粒子 要做的它给做在一些界面上 然后更像那个就是 这些奈米粒子在植物的 就是那些色素在植物的蛋白质里头 那我们是把这些奈米粒子 做在这些基板上 也可以这样做 那做完了之后 当然你会发现 就是它怎么去震荡传播的 震荡传播 你就会发现这个红色 这个就是它的电磁波进入之后 它可以震荡的 它就出现这个红色的这个东西给你看 就发现它可以震荡 可以在某些地方 然后还有就是震荡完了之后 它还可以去 这个是按错上一页 那这个就是说 它还可以去把它换成了QE QE是指说 把光换成了电 也是可以去预测的 这个是我们提到的 就是有关于天性色素 那接下来到我们还有在做额外的 例如说人工智慧 然后就是太阳能产青 不过这个其实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真的完全的仿生 所谓仿生就只说 这个部分 记得讲的这部分不是完全仿生 因为仿生其实比较具体一点 严格一点 是说我用的东西全部都不是生物的 然后就是我用的东西 用一些不是生物的东西 然后来做 然后来仿效它的行为 但这个地方不是 这个地方是我用的一些植物染料 然后也是要用人工智慧的方式 同样也是用内神经网路 结合上的就是基因演算法来做这件事 那我是去找了植物叶子 植物叶子来讲 这个是左手边是出热草 右手边是变叶木 大家在校园里头可以看得到很多 然后不过这种植物实在是 这两种植物也很漂亮 就是说他们在叶叶木的日照量比较大 出热草的日照量比较小 但是他们都有很漂亮的橙色 那橙色的话 接着就是我们就把它的红色的部分 跟绿色的部分 还有白色的地方把它分离 分离了之后 去看它的叶绿素的量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色素的量 然后接下来从光谱去做辨识 辨识完了之后 拿这些数据 然后拿这些东西来 就是去做太阳电池 然后这太阳电池做完了之后 它就会有一个效率值 然后所以说于是从而到尾 我就可以知道说 我什么样的叶子 然后比例是怎样的 红色 绿色 白色的比例要长成怎样 然后它们容度个别长怎样 然后做出来太阳电池 在什么样的基本上做的太阳电池 效率长怎样 然后就做了这些 做这些 接下来的话 做完了之后 接下来就有数据了 有数据了之后 接下来你就可以去喂你的模型 你的模型喂好之后 接下来你就可以去训练它 训练完了之后 接下来你就可以问它 例如说我今天有采到这片叶子 这叶子刚好红红的 然后白白的 绿绿的 比例长怎样 红有多红 绿有多绿什么 然后我现在我还没做实验 然后我根据这样子这个叶子 它的效率是多 它的效率会达到什么状态 它的产清会有什么样的效率 然后我就可以说 我先不要做实验 我去猜猜看 然后就拿这个去问AI 那AI就告诉你说 这样做出来的话 它效率会有多少 然后于是用这种方式 然后就可以知道了 所以不用做实验 不用先做实验 你就可以知道结果 然后当然后来来讲 我们还是会去做实验 做完实验之后 首先因为做实验的结果 是可以有效的 跟你的预测子做比对以外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它也可以放回到你的资料库 就变成其中一笔资料 就是你过去的经验 然后再来重新的 让这个AI的模型再做训练 然后让它更加的精进 所以说也就是这个方式 所以我们就会利用这样的方式 就是做太阳的电池产清 做植物叶子 当然这种植物叶子 其实还不错 就是说它产清效率 还有9点多percent 所以换句话说 但是这也不是鼓励大家 在校园里头 开始就采取一堆叶子 说我要做产清 它就是一种方式 就是说把我们的这些植物 然后植物其实 它在这种能源产业里头 使用上来讲 一个很大的困扰的地方 就在于 它的色素的多样性太高了 然后还有就是浓度 每一片叶子都不一样 甚至于说 这一棵跟那一棵又不一样 然后就跟 它有每一棵都有很多不同的多样性 然后如何在这个多样性里头 然后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多的结果 其实AI是一种不错的方式 然后这种不错的方式 其实也是就是说 就像现在来讲 我们台湾来讲 其实也在推一些新农业 新农业的话 本身来讲 就是它的特点 就是说可以让 借着这个方式 然后让我们可以 例如说 如果你想要让粮食被产 或者是能源上来讲 这些植物要 就想说你要做能源产业 然后或者是要做二氧化碳固化 你都可以用这种方式 然后做一些data 然后这些data之后 记得有足够的代表意识 之后去做模型的训练 然后训练好了之后 给我们一些更好的预测结果 减少这些能力资源 还有时间 钱的一些状态 然后一些耗损 那就可以得到一个 比较快可以到最佳化的结果 好 那这个是讲这个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 差不多快要结束了 我们再讲一下 讲一下最近在做 这可爱的发光植物 我们做的发光植物 其实它就是自体会发光 其实这种东西 我们现在做的话 还没到AI 只是说 就是说 这种有趣的植物是怎样呢 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电影头 当然看到了 就是说 在2009、2010年电影头 我们就在阿法安达电影 就看到很多的 有关于阿法安达植物 就是植物会发光 那植物会发光 其实这种东西 在自然界中有 那自然界有 最常看到的生物发光 是萤火虫 萤火虫 它本身哪自己会发光 它发光原因是什么 就是萤火虫 自己会产生化学物质 在它尾端的细胞 会产生化学物质 这化学物质 氧化之后 然后它会以光能的方式 去释放它的能量 所以你就会看到它的光 所以也就是说 它这个很有趣 就是它的一些化学物质 然后这个化学物质 然后氧化之后 氧化之后它会发光 它发光之后 它就会被氧化 然后氧化之后 它就发出光 我们就看到 萤火虫的轨迹 不过这种化学萤光来讲 一般 因为萤火虫的化学物质 本身不太多 所以说当它 这些化学物质耗尽的时候 它就不会发光 那这怎么办呢 就是生物体 它会再重新制作 所以说自然界 本来就有这种 这种样子的东西了 然后在藻类也是 植物也有 就是说植物的话 例如说像夜光藻 例如说马祖的蓝眼泪之类的 也是 就是说它这种 就是藻类受到了海水的 就是它的海里头 然后拍打到岸上 它受到刺激 然后就分泌出化学物质 氧化就发出光来了 然后还有这是 我们最近在瑟顶公园 看到的就是会一些 夜光的菌类 其实也就是这样 但是因为这些生物来讲 现在这些东西都很迷人 这些东西都很迷人 然后迷人的 所以说很多人 在这个世界上就很多人 想要去模仿他们的行为 去做做看 然后所以说 现在目前为止 其实发光植物 这种东西在国际上 有些人做 但是做的都 它有些有趣的地方 就是首先来讲 在近期间做的 大致上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就是 把发光物质弄进去 发光物质弄进去 有两个可能性 这个一个就是说 如果假设像 萤火虫的方式 把它弄进去 萤火虫的色素 把它弄进去的话 因为萤火虫是在 它的色素是在 它的尾巴的细胞 里头产生的 所以正常而言 如果说假设 我们用人工合成的 这些方式 然后要把它给注入 植物体内的话 通常农季上来讲 还有相关的 其实是有一定的毒性 所以说一般做完来讲 其实如果说假设 直接拿生物来做的话 一般来讲 它有一些致死率 植物一般容易致死 因为萤火虫 它可以在那一节产生 不代表说 不代表说 如果我们人造的 然后在一些特地农季 把它灌到植物 植物就不会死 其实植物一般来讲 就好像我们的体液 被灌了一些 莫名其妙的东西进去 其实都不太好承受 然后不然就是说 如果说把一些 这些荧光物质 或者相关物质 把它弄到它的表面的话 其实下雨天 下下雨可能又掉光了 所以就是现阶段 可能国际上还有这个问题 然后另外一种方式 比较直接的方式 就是做基改 就跟那个荧光雨一样 其实也有人在做基改 然后用荧光雨做基改的话 那荧光雨做基改之后 其实它可以发出 各式各样的颜色 然后在我们目前为止来讲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在做 其实也有人在做基改的方式 那做基改 他们做得比较成功的是在做烟草 烟草的荧光 但是这种基改之后 其实大家会知道 它的基因长的配对的方式不太一样 所以它的后代会有点问题 就是后代它在繁衍可能会有问题 它和它的基因库可能会有点问题 所以说也就是说 其实基改方式来讲是比较 可能在现象上来讲是比较稳定 但是它本身来讲在后续上来讲 带给生态或生物的问题比较多 然后还有就是现在国际间 其实如果假设你要拿基改的东西去流通的话 通常问题上来讲也比较多 甚至有些国家或有些地方甚至于说拒绝基改的东西 所以说也就是它现况是会这个样子 当然我们来讲我们后来的话 我们就想说如果假设要做这种 要像自然学习 让它可以长出东西又有这种的话 于是我们就想说 那干脆它在夜脉吸收好了 夜脉吸收有一些困扰 就是说你要把它做成它能够好吃的 让它可以吃进去 所以于是我们就花了一段时间 真的是花了将近十年的功夫 让它可以做到它好吃 吃进去又不要吐 然后所以说于是做了之后 那好吃了之后 接下来它本身它可以伤在上面 然后它又不太受损 那也不是用基改的方式 那当然你因为好吃 吃了之后又不能死 所以说也就是说在里面来讲 它也会需要一些 它需要做一些验证 然后例如说像送去SGS 或去一些欧盟的一些规则验证 验证了之后做完之后 它的东西就会像 植物 官业植物一样 现在官业植物比较流行会出井 就是它有各式各样的花纹 在官业植物的页面上 那这也是就是它会有一些 漂亮的花纹 然后在这个上面 另外就是说因为这种发光 如果它植物会发光的话 通常来讲它会影响它的光周期 影响到光周期之后呢 接下来它的光反应时间 可能会因为这样子而延长 那延长之后它会产生更多的高能物质 来做接下来的暗反应 然后所以说也就是说 它可以量这个固碳 固碳量 还有就是碳产 后面的固碳后的产物量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目前为止来讲 做的话像这种简单的兰花 然后或者是洞洞曼绿龙 然后或者是说像那个 像这一类的就是带粉叶 然后出乐草其实都可以做 当这种做法的话 最大的特别点就是说 它做好之后它自己会发光 所以换句话说 它跟我们以往看到 例如说看到一些大型的 大型的这种展演活动 其实大型展演活动 一般来讲就是 它是要用UVA 或者是一些高能的 一些男子光 或者子外光去激发这个荧光 然后让它去发光 然后如果你把那个 它的光源关掉的话 它就不发光了 但是我们做出这种东西 一般来讲就是说 因为我们是仿照 仿照说像萤火虫 或者一些藻类 它自己不自发光 所以当你把那个 露射的光源给关掉的时候 它自己本质上来讲 它自己还是会继续发光 这种发光的话 然后后来来讲 其实我们是 我们有努力撕作看看 它会不会怎么样 其实一般而言 就是说 撕作除了它本身 撕作不会死以外 还有就是说 因为会不会死 当然大家对于植物来讲 是很在意的 就是说撕作本身来讲 它不会影响到植物的 就是生理的那个 就是不会让它更容易凋亡 跟一般的植物 其实没什么差别 然后还有送去一些 简单的欧盟的验证 然后送去欧盟验证 然后去符合欧盟的安全指令 然后还有它的固碳来讲 其实发光植物的固碳能力 其实还是有一些固碳能力 就是它可以增加 它原本的固碳能力 可以增加到四成 所以也就是说 它可以这个方式去改变 它的光周期 然后当然这种东西来讲 这种是一种 在实验室的科研 然后在实验室的科研 一般来讲 其实我们刚开始做这个东西 只是仿造 就是想要仿造 想要仿造自然界的 这些生物现象去做的而已 然后仿造自然界的 生物现象去做 当然就是后来来讲 在今年我们 当然我们也有试着去看看 就是说外面的 大致上反应怎样 所以说其实有去参加一些 就是国际奖 然后就发现到 其实国际对于这东西来讲 其实还是 他们觉得这东西 还是蛮有艺术价值性的 然后当然在科技技术上来讲 其实很高兴 可以获得国科会的肯定 有未来科技奖 然后在国外的这些参奖上来讲 其实也觉得还算不错 就是有在光学设计上来讲 还有就在产品的永续设计 还有就未来科技奖上来 有一些白金奖或金奖的肯定 那么的话 而且这些这种植物 其实这种设计上来讲 另外的好就是它可以发出各式各样颜色的光 而且是只把灯关掉之后它可以发光 然后它会有点像是 大家就电影中看到的那种植物一样 就是没有光的时候它自己发光 然后这种 当然就同期得奖 当然有我们很漂亮的爱河 爱河的光设计 这是大师设计的 所以说其实也算是蛮有趣 然后也是一种蛮有趣的经验 就可以跟他们一样 可以获奖也是蛮有趣的经验 然后也是觉得说 这东西原来还蛮有艺术价值性 也就是科研作为做出的东西 有艺术价值性 也有科学性 觉得蛮有趣的 所以这个是我今天的一个简单的演讲 然后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